在整个的分娩过程 您的配偶或陪伴您的亲友 可以一直留在您身边 如果您想让您的孩子陪伴在旁 请和您的医生、住产室或护士查询 但任何时候都要由成人伴着孩子 宝宝出生后 晚上只可以让一位亲友留在房间陪您 其他亲友可以待在等候室 分娩痛楚对每个女人都会不同 产前课程级训练会对您很有帮助 你可以跟你的护士商量 哪一个姿势或有什么方法 可以令你舒服一点 我们都会鼓励每一位女士 用不同的方式去减轻痛楚 你可以选择步行、洗澡 运用助产球或按摩 你也可以要求接受不同的药物 令你的痛楚减低 你可以在你的分娩计划里 说明你的选择 也和你的护士沟通 在你的分娩过程 你的护士会帮你量度宝宝的心跳 你的脉搏和你的子宫颈扩张的度数 你也可以和你的医生或住产室 商量你预先选择的药物 如果你有需要 你的麻醉师会24小时随时帮你打麻醉针